这一定是三就吃辣条最多的一集 一到秋天 思思美的校园既也如期而止 不动一想到到时候能看到女仆庄的思思美 自己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去目睹女仆庄的风采 思思美说自己学校有个黑地月的情侣传说 让不动在校园既的最后一天再过去和自己坐上黑地月 这样他们就能成为无敌的情侣 既然无敌家人を自负させてもらっているが ジンクスにお墨付きをもらうのも悪くない だが学園祭といえばものすごい人だかりだろうな ああ 決して見つか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かつてない壮絶なミッションになるな 望むところだ 無敌のカップルになるぞ 可到了校园祭当天 本想偷来的不动被小岚抓得正着 騎着不动就一块过来玩了 不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摆脱人群 并约思思美去鬼屋主题的班级会合 可思思美这边也没好到哪去 不小心被按捺抓住 强行要求和自己去做黑地月 思思美二话不说也开溜 另一边的走廊里有一对情侣正约着准备去黑地月 却被魔兽这个风纪委员长给棒打鸳鸯 这一行为在钢铁眼里就是极度别人有对象 而钢铁没说两句也摊牌了 大家都以为熊哥只是别人装扮的 连钢铁都是成双成对的 魔兽发誓一定要对所有的情侣斩草出根 这边不动终于在鬼屋里和女仆装的思思美成功会合 两人找了个无人的角落里开始发堂 可两人还没待多久 就听到魔兽的声音 于是两个人心照不宣对视了一眼 思思美刚甩开了魔兽 却又遇上了按捺的左仓行为 无动则又扬入虎口 又被小兰这个老六骑在头上 这时广播忽然想起 黑地月将现实一小时内展出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而真正的表演即将开始